老爸媽經常說生舊叉燒比生理 不是因為不愛你 是因為叉燒太好吃 如果懶得開烤爐又怕熱氣 想快脆搞定又好吃 就試一下這個在家裡 都可以經常做的蜜汁叉燒 亦都可以造成小朋友最喜歡的叉燒飯盒 在家製當然買新鮮的豬肉 喜歡吃肥叉就買五花肉 喜歡爽口淡牙就買豬頸肉 喜歡嫩滑多汁就買梅頭肉 稍微肥一點的叉燒是最好吃的 豬肉不飛水就稍微浸出血水 不用擦乾我們開始醃 具體配備的看屏幕 家製作叉燒沒有必要醃一晚 新鮮豬肉新鮮醃出來就最好吃又健康 放一殼南乳和叉燒醬 除了可以更香還可以上色 做出來就更靚仔又吃肉 米酒要放半杯 去豬腥又真香 蜜汁叉燒只放8檔不夠 蜜糖清香又解膩 是蜜汁叉燒的靈魂 拌的時候都可以聞到很香的酒香味 和蜜糖清甜 因為急著開飯 拌完味就開始煎 因為放了蜜糖白砂糖叉燒醬 很容易焦 最好用筆面膜開小火 慢慢煎 將油份逼出來就沒緊膩 煎到兩邊都金黃有少少微焦 倒入剛才醃叉燒剩下的醬汁 再倒入一杯水 燜的時候一定要夠長 沒有水就加點水 中間可以翻一翻 這樣叉燒才會軟熟入味 吸蓋小火燜40分鐘 嘩 一開蓋 隔離村都聞到香味 想過來吃飯 汁水灑味收濃稠之後 再煎半杯蜂蜜 就更加光彩照人甜蜜蜜 將叉燒起來 稍微攤到我們開始切 趁熱切的時候 真的很香 忍不住試了一塊 入口軟糯甜蜜又多汁 再咬大口肉香濃郁 此夾流香 可以吃三碗飯 稍微放靚仔少少 再將精華汁水淋上去 今日過節改善一下火食 再煎個小朋友好喜歡吃又超級簡單的蝦仁滑蛋 蝦背落一刀 煎的時候就會卷 稍微用油鹽胡椒粉醃一醃 用小火煎至金黃熟透 再開大火 倒入可以生食的無菌蛋蛋液 快速轉一下就可以關火 這樣蛋就會非常滑 再煮三個爆漿芝士波波腸 營養要均衡就要吃點菜 灼熟西蘭花 肉米胡蘿蔔粒 再加新鮮又甜的白盒 蓋一下 凍滾水就不會變黃變軟 然後用香甜沙拉醬拌一拌就搞定 全部做好就開始打包 平日住宿吃飯肯定都吃得挺艱 又不好意思出聲 這個份量夠他和宿舍三個小朋友一起分享 從餐杯赤夜就完美了 家裡的季味荔枝熟了 又甜又多汁 撕托去核之後 倒入夠氣又夠尺的梳打水 荔枝夠甜 糖都不用放 終於全部搞定 保溫袋打包好就快去馬家邊送過去 小朋友肯定很喜歡這個叉燒飯盒套餐 因為都是平日喜歡吃的菜 我是Miu爸爸 喜歡不點個讚先走